大家好,我是Ophelia 那今天我想要来提案做一个APP 这个APP叫做意见临时差 它可以搜寻台北市议会的议员的咨询答辩的影片 这个APP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就是希望可以透过使用者 借由搜寻影片加观看影片 选出2022你最心仪的台北市议员 那你可以借由议题搜寻的方式 去找到各个议员他们针对这些议题的 所有的咨询答辩的影片 然后还可以借由客制化 借由你首一次登陆的时候选择你的行政区 比如说你居住的区域或者是你工作的区域 再来是你有兴趣的主题 比如说像食安教育、交通、文化 还有选择你关注的议员 再来是我们也会针对一些特定的关键字 附上一些染源连结帮你补导一下 那为什么我想做这个 其实根据一个2017的研究 台湾的网络使用者有分为四个属性 那这个四个属性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中立的选民他们都除了忠诚者之外 他都占了五成以上 那也借由研究显示 中立选民他们倾向借由认知跟事实 去建构自己对于候选人的评价以及形象 那这四个类型的选民他们的流动性 又在选举的前后最大 也就是代表选民他们因为选举的关系 他们对政治的知识会产生需求 所以这时候假设有一个新的传播媒介 和观点去帮助他们去建立判断的准则的话 我觉得是可以提升台湾的民众公民的政治信任感 跟政治效能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其实一个政治的选举的构成呢 就是由候选人传播媒介跟选民组成 那传播媒介又有分议题导向跟形象导向 那像议题导向里面因为它是比较多的资讯 比较多的文字 所以它都基本上都是以文字或影片居多 像YouTube这样子 可是这些资讯都可能会有 因为是第二首带有特定的媒体的立场的偏见 然后呢同时它可能也是因为演算法的关系 它需要比较耸动比较八卦 然后再来是所以你就会看到只有这些法卦的耸动的文章 再来是因为演算法的关系 你可能会被锁在自己的同文层 那像台湾我觉得最近的选举都有被同文层造成社会分别的这样的状况 那形象导向像是Facebook或者是KOL 你就会觉得去看得好像很像老王卖瓜自卖自夸 而且其实有一些职议员他们其实自己在议会上的咨询影片 有些根本就没有放到Facebook 可不可以什么可能都是有一点你知道就是有一点空泛的 他们就不敢放 然后再来是他们自己Facebook上也会放一些意识形态的东西 可是其实这些跟市政都不一定有直接的相关联 因此这时候就是有一个叫做意见临时差的APP 能够上去然后提供议会的第一手的议题资料 让认真的议员被看见 然后偷懒的议员被看破 那市民对于台湾的就是台北市的议会的信任度也许就可以提高 那我想我需要的资源就是像APP开发 然后UIUX网络backend还有文字志工 那可以对于就是要下一些咨询影片的主标 像是下面组织稿这样 下面的文字这样子的东西 那其实我们的网络工程师 目前我的团队已经有网络工程师 那他已经有切出一个关于关键字的基本架构 谢谢大家 就是因为这边都需要是开源的 对那你们会用什么license有缴吗 还没有提到 还没提那可能可以讨论一下 好那大家比较知道要不要投入这样子 好那接下来是那个Goblin 然后再来是真的假的 然后再来是这个Goblin